上一次会面是在巴厘岛 一年又一天 这一年来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世界走出了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但疫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还在 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但动力不足 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 保护主义抬头 这些问题十分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 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人类进步展现担当 五十多年来呢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记忆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知道 我坚信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对人民 对世界 对历史 都担负着陈甸甸的责任 我期待今天 同总统先生就事关 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方向性问题 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新的共识